河南省郑州近期发生多起天灾 就在去年7月20日水灾满洲年前后 当地暂雨暴雨 省会郑州市车辆被淹 7月25日下午 河南郑州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狂风骚雨 白天瞬间变成黑夜 室内多地积水 在暴雨前 郑州市区罕见出现绿色天空 有民众在家囤粮 也有网友感叹 为何灾情依旧 所以这一年干了啥 周一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威 应邀赴北京访问 26日会见习近平和李克强 这是在中共严格的清零政策下 习近平罕见要外国领导人来访 外界分析 对于这次访问 双方互有所求 印尼总统可能将邀请习 参加今年在印尼举办的G20峰会 中国的Z世代青年们 原本是中国史上教育程度 最高的一代人 但在诸多因素打击下 却有1500万名年薪人失业 面对坎克的就业之路 他们开始接受政府的低薪工作 这一趋势可能长期影响经济发展 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下 全港学校陆续推展红色洗脑教育 香港大学周一公布明年的毕业规定 从今年9月起 所有学生必须完成北京规定的宪法 基本法及国安法课程才能毕业 港大师港府八大资助院校中 最后一所宣布将国安教育 纳入课程的专上院校 新航亚太电视整理报道